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,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,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。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,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,修改我们的命运。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。 佛经理说八万四千虫卵,虫卵,微生物已经获得了科学家的论证,也就是说在水里面,还有在人的生活当中有八万四千个虫卵。 所以你看法师为什么这个袖口特别长,你们知道吗? 过去古时候,这个水啊来了之后,因为佛陀看得见这个水啊,上面有很多的虫卵。 所以他就拿个袖口这么,把那个虫卵弄到边上去,他都不用手的,手脏了,他会在那边弄死,拿个肚子这么前进。 对不对啊?就是喝水的时候,都不要把虫喝下去。 你们看不见,现在微生物,现在显微镜都能看见。 所以你们现在很多人,都不懂这些啊,对不对? 这要懂得怎么爱护生物,爱护众生。 你看我们现在的孩子,学佛的脸,就是文字来在脸前也是这么敢。 你看,如果你称恒心一起,你已经有称恒心了。 很厉害的人。他亲你一口,你一早就把你的生命夺去了。 那对不对啊?所以人生要懂得一个道理。 我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所有的微生物。 佛陀在2500年之前就看的。 所以有限的科学,并非是人类了解这个世界唯一的方法。 我经常跟你们讲,六十年代,很多人生肺结核死了。 一听到肺结核就像肺癌一样。 我问你们,那个时候,科学家没有发现癌症的时候,癌症有没有? 只是,没有发现。 所以我们没有看见菩萨,你就不能说菩萨没有。 你在空气当中,看不见空气,你可以说空气没有吗?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。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,要懂得知觉明佛菩萨,不觉明为凡夫。 讲出去的话,人家怎么样感受,你要懂的。 我今天这句讲话讲出去,人家开心是不开心啊。 我今天这盆菜端出来,人家喜欢吃不喜欢吃,你要知觉的呀。 你自己要知道,要有感觉的呀。 所以很多人跟领导讲话,为什么这个人到哪里都倒霉,都被人家赶出来? 他永远不知道他讲话会得觉领导的。 有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语气。 所以我们学佛人,有时候你要知道自己的情况,你才能做好这个事情。 如果你不会缝冷气的,你说我来采缝冷气,你肯定不行。 你不会开车,我来试试看。 你不行啦,你今天要了解自己,所以学佛人必须了解自己。 你如果不能感觉了解自己,就叫凡夫。 听懂了吗? 如果你能了解知觉明佛菩萨,就是称为菩萨。 这个人一讲话,知道人家反应。 哎呦,我不应该再讲了。 我知道了,再讲他都会不开心了。 我今天要当心了,不能再发脾气了,再发脾气要出事了。 我今天头有点晕,今天不开车了。 这个叫知觉呀。 帮助别人,哎呦,我不能再帮了,帮了我要背了。 今天我不能跟老婆讲,老婆今天情绪不大对头。 我再讲下去,晚饭没吃了。 你全要懂啊,这叫知觉。 菩萨的就是智慧啊。 对不对啊? 很多人已经知道老婆今天不开心发脾气了。 或者有时候生理上的,老婆还要吵,还要骂,到最后啪,锅子就甩了。 他平时不敢甩,他发脾气的时候就太甩。 所以,觉而不迷。 觉悟的人不会迷惑的。 你说这个人什么都懂,很觉悟,这个人不会迷惑。 所以这个人,如果人很正。 什么事情,我这个不能做呢? 这个不努力不努法,我不能做。 这个可以做,学佛,帮助别人可以。 哎呦,你叫我去做这种动小脑筋,小脱小脑呢? 哎呦,这些的占人家便宜,我不做的。 觉,正,我这个人很正,所以叫正而不邪。 正而不邪。你看一个人很正的人,她不会邪的,她不会出事。 对不对啊? 如果,你很干净,你这个女孩子很干净。 师父,经常鼓励,女孩子要干净。 你不能限格限格。 一个女孩子如果觉得这个我要干净。 所以,不管男孩子喝杯酒吧,我们喝杯咖啡吧,去跳个舞吧,不去。 那这个不去。我不可以。 你很干净,你就叫静而不染。 干净的人不会染索的,不会有污染的。 大家听懂吗? 叫静而不染。 那么我刚刚跟你们讲的这个叫觉正静。 那么就是我们佛的叫自信三宝。 这以后记住了。 佛性的自信三宝是什么? 就叫觉正静。 明白吗? 所以今天跟你们讲的,觉就是一门法门。 一个人能够觉悟,他就有一个法门。 叫觉门。 听得懂吗? 不是单单清静法门。 觉就是觉门。 定是什么? 定,我告诉你,定这个人要上根立志。 也就是说,这个人要上根气的人。 上辈子修得很好的人才定得下来的。 你去看看很多领导,很多老板, 碰到什么事情很稳的,一直很定的下来。 这种人上辈子有修的,一碰就跳,一碰就跳。 这种人上辈子没好好修啊。 所以学过的人很稳定,坐得住,站得稳。 对不对? 你看施不开施不过,在下面还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样, 头不停地动,手不停摸摸头啊,喝喝水。 这种人定不下来,报告你没修养。 所以要稳住啊,觉成定。 那么定要上根立志。 立就是非常能够做到。 智就是智慧,有智慧。 所以聪明人,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学习这个绝正经。 这是首先必须做到的。 不善良也学不了的。 所以行持,我们行持什么? 就是要行为上持戒律。 行为上持戒律。 那么不能开戒律。 所以很多人说,哎呀,吃东西的时候我开戒了,不要去开戒。 守住。 延迟戒律,延守戒律。 延守戒律的人不会犯法啊,你们知道。 不犯法不会抓进去啊。 不犯法的人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人间的不好的磨难。 所以为什么教学心理法门的人要遵既守法? 一个人要学会延迟戒律,不要犯法。 你就是两千一百年佛陀有千二百五十众句。 对不对啊? 大家都在一起。 你相互之间也要懂礼貌,相互之间也要,生团之间也要。 不能破坏和和圣众。 就是首先,你们今天虽然不是和尚,但是你们都是居士。 居士跟居士之间就不能破坏居士跟之间的感情。 你们今天讲他不好,几个人团起来讲他不好,讲他不好。 你这个人就是破坏。 和和居士。 你懂吗?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,诸恶莫众。 诸恶莫众。 诸恶莫众。 其实就是小称作吧。 你一个人说,我不做坏事。 你只是小称呀。 管制自己,我不做坏事就好了。 我也不帮人,我不做坏事。 啊,我守纪律,我守戒律。 那小称呀。 你说你一个邻居,就知道自己不犯法。 把自己家人都打扫了干干净你。 从来不帮都可别的邻居的,从来不帮人家的。 人家说,啊,那个婆婆啊,你帮帮忙好吧。 我妈妈,年纪大了,拿那个东西拿不中,你能帮他下去拿一下吗? 我不帮忙,我自己就可以。 那这个叫小称。 所以小称是管自律,自己守戒,有自己的戒律,完全守得很好。 所以重赞奉行,那就是大称。 所以这个八个字里面叫诸恶莫众,其实就是小称法。 那么重赞奉行就是帮助所有的人,大家听懂吗? 帮助所有的人,叫重赞奉行。 是大称佛法,利益众生。 所以,善恶标准就是戒律。 你心中如果知道什么叫善,什么叫恶,你就有戒律。 你今天活了半天,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对,什么叫错。 你这个人身上没有戒律,没有守戒。 大家听懂吗? 所以你的身心,你一定要守戒。 身体守戒,心也要守戒。 很多人一辈子的,身守戒,心不守戒。 有的人心守戒,身不守戒。 所以很多犯戒的人,学佛的人,经常说, 哎呀,我们修心不修身啊。 完全都是写志写戒。 听懂了吗? 所以,学佛人,出家人坚决不能犯戒。 坚决不能犯戒律的。 佛教有一个基本常识,是什么呢? 叫三规,重戒,菩提心。 重戒,就是全规的重戒。 菩提心,就是广发菩提心本渊。 佛性快乐。 佛性快乐。